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赛事精选栏目 我是王湘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为您介绍的是 2011金利首击杯 中国为期甲级联赛 第七轮的一场主将之战 是由爱慕先生队的范婷玉三段 对阵大连上方横叶队的 李英九八段 好的 还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棋局的进场 好的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本局是范婷玉的黑棋 李英九的白棋 黑棋腥味 小木 在我们中国棋手的对局当中呢 这个中国流首先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白棋通常 第四手棋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如果黑棋小木下到这儿是一个新小木开局 白棋在这个国内的布局当中 很少会发现第四步 在下单新位 是因为担心黑棋从这儿挂一下交换 然后呢再选择回拆过来下成中国流 那在这样的一个下边的局部当中呢 首先在中国流的布局当中 下边的价值呢 理论上是要比上面大 所以白棋首先肯定要考虑是在下边走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黑棋先进行一个交换 这样的话白棋在在这一带走棋 黑棋就有相对应的招法去应对 也就是说呢 棋手们都认为黑棋先交换一下以后 有利于中国流之后的这个进程 那么09呢是韩国的外语言棋手 可能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太熟悉 我们中国棋手的研究 所以他接着走完了之后呢 被黑棋拆了回来 然后09可能也是担心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中国棋手有一定的研究 他怕进入到对方的套路当中 他就没有在这边走棋 而是选择了在右上角挂角 本局呢是联赛的第七轮 那09之前只一共参加了四轮坛的战绩是三胜一负 那范婷玉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将 他今年只有15岁 那他跟上海的范婷玉 范婷玉还有米玉婷呢 一同被称为上海棋界的两贩一米 都是非常有希望的新锐棋手 范婷玉在去年首次参加维甲之后呢 就以12胜5负的优异成绩呢 首先是替山东景之九夜对宝吉成功 同时自己获得了这个联赛的最佳新锈奖 这应该说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也很能体现范婷玉这位新锈的水平 在前六轮的战绩当中呢 范婷玉是四胜二负 那这样一个成绩在高手如临的围甲当中 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好 我们再接着回到棋上面来 实战呢 白棋挂脚黑棋肯定会跟着硬的 然后白棋把右上角的飞脚走了进来 叉二 既然下面不是白棋走的话 肯定黑棋要去想办法把它给 整个的一个中国流的形式连接起来 实际上呢 黑棋选择的这个选点较为的少见一些 可能往右边一路的话会比较正常 然后白棋会从这一带挂脚进来 但是黑棋主要是有一个想法 它的考虑的问题大概是 如果说白棋挂脚黑棋肯定是飞 或者也有一种下法是小尖 但是这个小尖呢 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力量去做支撑 因为这之后白棋无论从这一带飞过来 还是从这小尖 黑棋都是要以攻击白棋这个子为主要的目标 所以在进来的这样一个棋局当中 可能黑棋选择少飞的会更为常见一些 这样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在这个局部当中 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两分的一种定型方式 现在呢 黑的长 白棋飞进来 然后黑的再跳一下 可能经常看棋谱的棋友呢 对这个变化并不是特别的陌生 这在中国流当中出现的频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接着呢 白棋要拖 这个时候不能接 如果接被黑棋从这个二路上小尖过来的话呢 白棋局部就已经不活了 所以白棋要借这个黑棋小尖的机会呢 把这个拖给走到 这样黑棋搬一个 白棋退 黑棋此时可以考虑接或者虎一个 那么现在这个间隔呢 非常近 黑棋可以考虑接住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子接回去 这样呢 算作是一个两分的局面 在这个黑棋下面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 白棋是存在着这个打入和这个打入点的 打入这个呢 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带有加过来的可能性 不过黑棋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极先手 但即使如此 依然是存在这样冲断的可能性 所以说白棋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打入点 这也许是实战黑棋所不愿意去怎么选择的原因 他想如果把这个子往左边放了一路 然后呢 现在该黑棋一下 黑棋假设是这样扩张一个 我们打个比方 黑棋这样扩张呢 一手棋 那么能够使得这个边控呢 基本上都可以属于黑棋的 但是刚才这个子放到这儿的话呢 黑棋想要一手棋把这里面的棋给走进 就有点困难了 比如说现在往这边补 补这个打入点 那白棋再敲依然是有存在着一个活棋的可能性 所以呢 这就是黑棋的想法 但是呢 既然黑棋离这个右下角的小木远了一路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这个形状本身而言呢 已经是给了白棋这样的一个打入选点 所以呢 实战白棋也是针锋相对的 不让黑棋进入到自己所预期的一个变化图当中 白棋往这儿打了进来 黑棋 加过来 在这个形状的当中呢 白棋跳一个是正常的下发 大概呢 白棋担心是黑棋从这一带飞过来 如果说白棋要出头的话得这么贴 但是这么贴呢 又有一种帮着黑棋出头的感觉 毕竟呢 白棋是处于一个慢一拍的状态 所以白棋很想把这个头给针过来 他选择了小飞的下发 当然这个小飞呢 首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不能被对方冲断 这个我所说的不能被冲断 并不是说这个棋 黑棋只有这么一个冲断 而是要考虑冲断之后 白棋有没有手段 因为现在这个冲断是本身就存在的 但是白棋不用担心 还是可以靠一下 然后再一点啊 再这么一跳 这样黑棋这个本身的形状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白棋可以依照黑棋的气景的一方面呢 使得自己的形状得到比较完整的一种整形手段 实战呢 黑棋肯定也不会去这么冲过来 这个冲断的下发应该说比较有失水准 实战黑棋是在左下角拖了一个 那范婷玉这位棋手呢 他的棋风比较 他的棋风特点呢 比较鲜明 是更加的喜好实地 所以从这一招也能够看得出来 本身而言的话呢 黑棋在这一带飞出头也是可行的 但是可能黑棋觉得不太满意 本身而言 白棋如果跳的话 这个头是黑棋过来针的 但是现在白棋往这边移了一路 等于黑棋就要牵着白棋跟着往这边走 那对于黑棋的本身骑形而言 这以后从这个地方点进来的话 白棋还是存在着这样的手段 那实战呢 黑棋想先把自己这个 拆边的这两个子呢 尽可能的巩固一下 这样才有着一个资本去对白棋这两个子进行攻击 拿起斑 黑棋连斑 此时呢 白棋也可以选择在上面压一个 这样呢 黑棋大概要连斑 这个形状可能黑棋不会退 因为如果退一个的话 白棋大概会选择这样的下法 然后再一压 左下角这个子呢 全当是一个木树的大小 那在开局的话 如果被白棋以这个打住的形式 然后从中下边连片到左下角的话 在外围构成这样的一道势力 对于白棋来说肯定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同时还能够抑制住黑棋右边 中国流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黑棋得搬 这样呢 白棋大概搬一个 跟黑棋接住交换 然后白棋再选择拖先 也是这个局部当中可以选择的一个下法 那实战呢 白棋立下去 似乎是想强调黑棋 依然是一个并不是太完整的一个形状 所以要求黑棋继续走 那么黑的贴一个 这一贴呢 是这个棋型的要点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过 白棋走的话是很有可能 从这一个地方拐过来的 然后 白棋先震一下 这个震呢 就是说看作是跟黑棋在右边 这样一个单关跳的交换 从实际上来说 白棋肯定是有所损失的 但是白的可能是为了寻求这个冲断彻底的安稳 现在这个冲断是彻底的不存不存在了 应该呢 是白棋这边有一个子 如果黑棋冲断的话 白棋在这一带靠一个之类的 只要是顶先手就可以把黑棋给吃掉 而且这么靠一下 好像直接就可以打吃 对 只要能靠到一下的话 这黑棋断这个子就要被吃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简单的一断 黑棋的这三个子就逃不出去了 这是白棋想要先手防住冲断的一种补法 同时呢 白棋下一步在左向角 小飞 对于这个脚步来说呢 现在很多棋手越来越多的一种采用方式 就是小飞而不是大飞之类的 有些时候在这个构成中国流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白棋不在下边走棋 而是非常冷静的在上面小飞一个 这样呢 就是要想先巩固好自己的这个势力 然后再对于黑棋的这种大模样慢慢的渗透进去 比较有意思的是白棋这样的一个冷冷的小飞换来的 可能也是黑棋更加冷静的在自己右上角又是一个小飞 如果我们看棋谱的话会发现在这样的棋局当中出现的是黑棋中国流 然后上面两个黑白各自等镜的一个对小飞的形状 然后再在下面继续的走棋 就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棋局呢 是一些高手对这种情况的一种理解 然后逐渐成为了潮流 实际上呢 白棋把这个小飞了也是很大的一首棋 不过呢 黑棋是对下边的白棋依然是不依不饶 毕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左上角的二路请分是很大的一首棋 那左边的拆边呢 可能在这一带走一个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大场 但是呢 这两个招法对于黑棋来说 一旦黑棋选择了都是在这样一个局部当中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因为周围的白棋显然是白棋子力多 所以肯定呢 是白棋采取主动 那作为黑棋的先招效率呢 在布局阶段 肯定是想要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效率 那么采取主动 尤其是在右边黑棋现在 好说呢 也是有这么一个中国流的模样摆在这儿 尽管交换了这两下以后呢 黑棋也走实力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但是并不妨碍现在黑棋在中间去对白棋进行攻击 同时呢 也是逐渐的使得自己的这么一个形式呢得以扩张 实战 黑棋阵头 白棋压一个 这个压呢 其实也是在考验黑棋怎么下 如果黑的不走 肯定不行 这以后从这点进来 或者白棋就搬一个 黑棋局部不活 大概白棋最狠的是点到这儿 因为点这个 黑棋可以尖 白棋断 黑棋挡住 白棋杀气 卖棋 但是白棋点到这儿比较狠 如果黑棋冲的话 然后白棋就能够点到这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连回去 所以黑棋肯定得在这边补棋 但是补哪呢 又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如果退一个是正常的 这样白棋从上面连接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障碍 如果说 比如说后来实战 白棋是从这儿飞了 那如果说黑棋这个子放到这儿 白棋肯定往这走就没意思了 因为黑棋可以从这上面靠出来 但是呢 黑棋的这步长呢 白棋就全当是一个便宜的交换 因为以后从这儿飞 黑棋依然是要跟着走棋 所以实战呢 黑的就选择了直接立下来 杜绝了白棋从这一带 能够在这个根据地的地方 继续对黑棋搜刮的手段 但是白棋也能够因此呢 换来正统这样的一个连接点 此时如果黑棋还要选择这种靠出来的手段 白棋应该就不会再磕起了 肯定是先斑 然后退回来 这样呢 黑棋如果吃 白棋就打吃 再吃上来 由于这个结呢 是属于带响的 所以黑棋也不敢贸然地开结 那如果被白的这么一手棋封出来的话呢 黑棋这个靠肯定 这么一系列交换 不能说便宜 还有可能是亏损了 所以现在黑棋要面临的问题呢 就是白棋一手棋看似呢 暂且算它是以这么一个形式进行了连接 那这样看呢 白棋左边的势力非常的可观 同时呢 黑棋自己右边 由于有了这一次扩张的话呢 属于一个半成品 还需要继续地去扩张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黑棋得一方面地抑制住白棋 左边的势力 同时呢 还得发展自己 一般来说呢 有了这样的一个选点 有了这样的一种判断 选点的话呢 就会很容易了 因为要找准这样的一个切入点的话 就肯定是把这个紫尖量都放在中间 因为放在中间的话呢 能够使得自己这个势力得到扩张 同时呢 也是能够抑制住对方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现在黑棋 可能把紫放到这儿是比较恰当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过 直接靠断是不成立的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形状 白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黑棋往中间大飞了一个的话 这应该是虎视眈眈地再瞄着 从这儿再次地靠出 这样的话呢 白棋搬 黑棋就断掉 黑棋肯定不会吃了 大概是要往中间尝一个 那由于有了这个大飞这一子 作为接应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作战当中 我觉得黑棋还是比较会有力的 所以如果说白棋得跟着硬 那黑棋这样一个交换就肯定便宜了 然后回过头来再往中间 在上面继续地扩张自己 这对于黑棋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构图 实战呢 黑棋似乎没有意识到 这边比较大 或者说往这一带走一个 大概是使得白棋在中间这个连接当中 会有吹手棋这样的一个感觉 实战呢 黑的是直接在上面扩张 对于用上边的这个扩张 黑棋有这样的手段 同时也可以点一个 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再压过来 这个下法呢 比较紧凑 但是呢 也有损控的嫌疑 就是说呢 如果白棋在左边比较宽广 就比如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 白棋有可能会刮一个 黑棋的虎 白棋再一挖 这样呢 会形成一个黑棋板 白棋用上角这个子给切下来 但是呢 白棋通过这几手交换 一方面获得了先手 一方面使得黑棋这样外围的势力呢 被白棋这样一个后势呢 有效的抑制住了 所以也许实战黑棋在这个局部当中 没有选择点了一压 大概是有所担心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大方向的问题 实战 黑棋从中间扩张了一个 被白棋呢 抢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一跳 如果说白棋没跳这个的话 也许这一点我们并不容易去意识到 这手棋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呢 当白棋走完了之后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白棋这手棋 一个呢 是把自己这个靠段 基本上给补掉了 第二呢 是使得自己 左边得到扩张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 有效的抑制住了黑棋 继续往中复发展的势力 这样一时三条的棋 不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寻求的 一个非常有力的 双方肖长的制高点吗 所以当初的黑棋这步棋呢 大概是犯了一个 自己去扩张的这么一个错误 所以说相比之下呢 这两个点 一个是消极的 一个呢 是积极的 在这一点上呢 小贩大概是 由于年纪小的缘故 这应该在骑当中 其实是非常有联系的 现在的这些年轻棋手 他们的水平非常高 但是呢 他们通常是靠一个 对骑行的熟练度 就是经常去练 然后呢 当你一看到 这个骑行的时候 这有第一个反应 就会知道 大致能够下成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熟练度 当然也就是基本功这一类的 这一点呢 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相反的就是 相对来说呢 就是在这个大局的控制方面呢 年纪小的棋手 可能也是由于阅历不够 还有各方面的因素呢 大局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 从这一朝期呢 我们也应该能够体会得到 不过呢 现在年轻棋手 能够下到这么高的水平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实战 黑白的走完以后 黑棋怎么办呢 还要继续的去这边唯控 或者呢 是 还是在中间走棋 或者在左边去请销白棋呢 实战的黑棋是 现在 对于这个局部来说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 点完了靠一个这样的手段 那黑棋往这走一个 看上去有一个落后手的嫌疑 但是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局部以后 黑棋可以靠一个 当然是要在以后大概 中府没什么发展潜力的时候 黑棋存在着这样的走法 就是这样依靠一段 白棋如果吃这个的话 黑棋就肯定能够打下去了 如果白棋吃上面呢 黑棋有这一吃 这样呢 可以下成一个打结 那如果白棋接 黑棋就把白棋上面 这个右边那个子给切断了 但是基本上这个手段 是不大会下出来 实际上黑棋是 就是选择了在上面跳一个 这是因为黑棋在这边 唯控的话呢 很显然已经是属于 被白棋压制了一路 然后白棋在这右边 可能打入走几手 适应手 或者就在中间跟着跳一个 从这样一个半盘 两边半盘的比例来看的话 白棋所要占的空间 会更多一些 实际上黑棋跳一个 白棋就在左边拆边 这手棋是必须走的 因为即使我们再在中间 扩张再多的手术 对于白棋的边上来说 整个的这块空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 如果说没有这么一手棋 去把它给完整的话 黑棋在这一带碰一个 或者上面碰一个 随便走几手 我觉得只要是在中府 白棋不是特别厚的情况下 黑棋都能够有 腾挪的手段 所以说呢 即使外边再强 再扩大 也要继续的 也要回来花一手棋 补破 不过对于黑的来说呢 黑棋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敏锐 白棋一连他就马上敲进来 这是一种心理上面的一种对抗 因为呢 黑棋抓住了白棋的心理 既然白棋决定往左边补一个 肯定还是认为 这么扎扎实实的把这块空给围住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样一个关口上呢 黑棋马上把子敲了进去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考验白棋 如果白棋不围 那么白棋这两下交换 应该说不存在便宜 所以现在白棋得跟着走 那么 即使下成这样的交换 黑棋往这边多放一个子 假设黑棋不出逃 那么这么一个交换 也是便宜的 在这一点上呢 小贩还是非常机灵的 接着呢 黑棋是震了一个 由于当初白棋的这个震呢 现在有了这个子做接印 黑棋从这一带靠出来 把白棋切断的这么个大法 是不太成立的 但是呢 白棋本身左边这个棋 这一般的话 只能拐到这 所以白棋是气还是有这个气井的一个缺陷存在 黑棋现在呢 经过判断认为 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 如果现在继续在右边围控的话 这么一个局势走下去 是肯定是不太有力的 那么必须想点非常多手段 那就直接非常深入地打入到对方的空里面 看看白棋能攻成什么样 毕竟呢 在这样一个同等水平线上的棋手 想要吃掉对方一块棋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黑棋也是相对而说 比较凶有成竹的打入了进来 接着呢 白棋 白棋这个子 不好意思是放到这儿的 放到这儿会更好一些 对于中辅的这样一个控制权 接着呢 白棋再振过来 黑的跟着跳一下 假设这个时候脱线呢 白棋可能就简单的这么一跳 或者往中间掉过来 下一步要跳进来打入 同时这个子 被白棋这么切断的话呢 它的木树价值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黑棋跟着硬 也是觉得如果这块控 整个的这么一个连边带角的控 能够围到 五线上来说的话 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其实脚上对白棋来说 在以后的这个进程当中 还是存在着一些借用的机会 接着呢 轮到白棋 白棋还是想把这个飞断了 毕竟呢 这么一个交换 如果被黑棋跑出去 还是对自己这块棋 多多少少有点威胁 所以呢 白棋想飞 黑的 从这儿跳过来 这个跳呢 应该说是 黑棋大概在正拐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所预谋了 白棋月子呢 之所以刚才我把它放到这儿 真是在下意识地觉得 在这个里面 白棋会 有棋型上面会存在着一些风险 但是对于中府的这个控制权 白棋还是放到这儿会更加的有效一点 但是呢 现在黑棋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从这儿走过来 白棋靠 然后呢 黑的扳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首先 黑棋打完了 往这边走 再怎么说呢 黑棋也是处于一个打入对方的空里面 要是一个被攻的这么一个被动状态 但是呢 黑棋并没有这么认为 他反而觉得这几下交换 全当是为之后的棋 在做一个铺垫 所以说 黑棋的这个思路 一直是非常的积极的 不过呢 也确实由于白棋中府的子力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作战 究竟黑棋有不有力呢 还是比较难讲 所以我们还得接着看 实际上白棋断一个 然后黑棋是 非常的 胸有成竹 从这边打了一冲 这样呢就使得棋局进入到一个 一本道的状态 一本道的意思呢 就是说非常的必然 几乎呢 每一首棋 人要接连着再往下走 都是很有必然性的 一种命令性的 一个连环的 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说呢 这个 现在的局面呢 就可以称作为一本道的下法 因为白棋打呢 黑棋得吃 这个棋不能被黑棋拐 拐过来 不然白棋这五个子的话 就基本上就成孤魂野鬼了 所以说白棋得走 白棋得吃 那么黑棋肯定也得跑 这两个子是奇经 然后再接着走 这很显然都是一本道的下法 叫吃 这两个子白棋也不能被提掉 如果说为了连回家 这两个子被吃掉的话 白棋也不用下了 这整个的势力范围都变成黑棋的了 那么再跑 好 实在呢 黑棋是其实在这个之前先顶了一下 这个顶是 其实是一个意思 因为下到这的话呢 黑棋也要断一下 就是之前顶一个 跟白棋推一个交换 实际上是一样的 然后呢 黑棋 面对于这样的形状呢 黑棋如果把这个子跑出来呢 也就意味着这几个子不能要了 所以看上去的话 还是黑棋要先把这五个子 整就一下再说 打吃 看似呢 黑棋先手的滚包了一圈 以后把这个 让白棋变成了鱼形 然后黑的还能再把这个子给藏出来 以后呢 这一贴把这个子连回去 又是一个 应该说比较现实的事情了 而且呢 黑棋还把白棋 从这个中间上下两边给切断了 下到这呢 可能觉得 这个黑棋整体的一个作战 非常的成功 只要是能够把白棋断开 那么肯定 这个作战 现在就是黑棋有力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白棋接下来的手段呢 非常巧妙 能够起到一个 起死回生的作用 因为如果这两块棋 白棋需要分头去做活的话呢 这对于白棋来说 应该是一个灾难 因为白的现在气非常紧 在这上面 不知道需要画多少手棋 那下面这块棋 就算是要去就地做活 对于黑棋整个的这样一个外围 黑棋非常的厚 所以白棋要想在这个局部 去做出两个眼来 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白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想想办法 能不能够把黑棋断开来的 这两个棋筋 把它给吃掉 但是现在来说 这吃掉的话 由于自己的气非常紧 似乎看来想要吃掉黑棋 是天方夜谭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此之前呢 白棋需要去做一点牺牲 能够在为这个吃掉之前呢 做一个伏笔 然后才能够成功 所以接下来白棋的手段是什么呢 答案我们稍后揭晓 还是先一起来看一下棋局的进行 好的欢迎回来 好先给大家道一个欠 刚才这个地方是实际上我摆错了 本身呢实际上是黑棋远了一路 然后掉到这之后呢 再往前跳的 那按照 其实按照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常规下法呢 黑棋掉在这更为正常 所以我也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思维去这么摆 结果呢刚才一发现棋谱其实是这样下的 但是跟全局来看的话 这两个子相差并不是特别的多 好我们还是要回到之前的话题 白棋在这个地方 刚才说了要考虑一下 怎么去使得自己这两块棋得到连接 那么白棋首先打出的一个伏笔呢 就是走在这 这手棋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棋手当中的盲点 应该说不仅是职业棋手 就算是业余棋手也很难想象到 要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下一个鱼形 那白棋为了什么呢 它就是为了跟黑棋交换了之后 再挖上来 这个挖的意思呢 现在给大家摆一下变化图就能够发现 首先黑棋如果打一个 白棋长 黑的接住 这么断上来呢 黑棋这边不能跑了就四个字 那如果打上边 散成这样呢 我们能够发现之前白棋这两下交换的原因 如果白棋刚才是直接选择这个挖的话呢 黑棋现在可以从这儿勾出来 那由于白棋这个气井的缘故呢 白的不能把黑的搬住 所以呢要使得白棋这个棋成立的话呢 只能在这个地方贴一下 下出了这一鱼形 虽然说是在自己的刀霸舞上面又贴了 又贴了一个心恨 但是呢 只要是能够使得这两块棋得以连接 那么白棋的这个牺牲呢 就是非常值得的 大概实战黑棋小贩也是忽略了白棋 这样的一个鱼形之后的好手 所以说呢原先这个棋 黑棋把白棋分段的话 肯定是黑棋非常有利的局面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棋筋都被白棋给抽回去了 那么白棋一旦上下连接的话 白棋整体这盘面上就非常的厚 只留下黑棋自己这一块姑棋就要去逃跑 那么现在形势肯定是白棋非常的有利了 所以呢在作战的时候呢 不能够只凭着一个勇气就横冲直创的往前走 一定要去想一想这些在计算底下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但是说实在的 白棋这样的手段 手段先贴一个下出了这个思维当中的盲点 再靠这一贴巨袜吃黑棋这样的子 黑棋在开始没有考虑着这一点 应该说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那么白棋挖一个黑棋 还是得处理一下左边的这块棋了 把这个贴回来 黑棋现在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够把这个子救回来 但是就已经不能在这个足以说明问题 现在呢白棋贴一下 这个贴是因为下一步如果被黑棋拐过来的话 白棋还得往这补一个 那么这个先手拐还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白棋宁愿贴掉一下 跟黑棋常交换 然后呢再补回来 这样呢白棋就可以补到这儿 因为这个气比较松的原因 毕竟这手棋还是有一手棋价值 不然的话黑的从这儿打完 再接白棋断 然后黑棋冲 把这个子冲下来不说 右边肯定是更加的巩固 同时还有这个冲断 那白棋呢其实也是在瞄着 下边对于黑棋的进攻的一些手段 现在呢黑棋把上面飞了上来 这个飞呢就是 一方面是要巩固这个左边这块棋 同时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场 但是呢在左下角这样一个情况当中 被白棋点进来 这是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非常难过的一点 因为呢如果黑棋接住 这位白棋简单的一拖 黑棋局部就不活了 可以说不仅是不活 那么这块棋基本上就无力回天了 所以如果黑棋尖顶 白棋冲 黑的冲过来 白棋现在可以冲这个 黑棋器是紧的 所以大概也就只有实战的猴在这儿 是唯一的办法 那么就是说白棋能够先手的断一下 那黑棋接住交换 然后呢白棋再一拐 这一拐心情实在是太愉悦了 因为黑棋挡住 这以后呢从棺子角度上来说 白棋一斑 黑棋不能吃 因为黑棋一吃呢白棋小尖 黑棋只有一个眼 所以大概白棋斑的时候 黑棋得依靠这样的手段 从这拖过 那么这四个子呢 就是被白棋含在嘴里 当然白棋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在下边做一些手段 比如说把这边先手的撞后 那么使得黑棋不能够连回 然后白棋再一斑 这样黑棋整块棋的生死呢 就存在了一个危险 这是白棋要去 在这之后的变化当中 所需要去构想的一些变化图 接着呢白棋交换了一下以后 轮到白的下 先坚定 因为现在呢 这个地方已经被黑棋走了三个子 如果再拖先呢 这以后局部有一个存在被黑棋 点进去搜刮白棋的手段 白的尖 然后黑的大飞进去 按照常规的下法呢 黑棋退一个是 此时一个正常的手段 但是呢实在黑的大概也是考虑到一个木属的不均衡 所以说也是处于一个劣势情况下拼搏的想法呢 就把这个子放到里面 最长的就是要求在白棋的局部去做火 那么放弃外围 其实从这一点又再一次能够证明小贩同学呢 他是一位非常酷爱实地的棋手 黑的飞过来做火 剪顶 黑棋飞一下呢 是为了夹过 如果白棋力再断 白棋打吃呢 这样黑棋打一下以后 一般由于有了这个飞的交换 可以吃掉白棋两个子 白棋接住 翻过 这样的黑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呢 使得上边的空尽可能的把白棋压缩到了最小化 但这对于白棋来说 不是问题 因为呢 现在白棋满脑子里面心思都在转 是如何在这边利用 好黑棋这个不活的条件去走出更有效的棋 所以呢 白棋在上面呢 草草的定型之后 争得先手右边打入进来 这一打入呢 首先从 站在黑棋的角度上来看 黑棋不太甘心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扎丁一个 因为现在毕竟是 黑棋不利的 这一方 所以 如果扎丁被白棋再跳回去的话 或者白棋还有可能再继续打进去 这么看 黑棋整体的这么一个主控的话 基本上就要被白棋分为二 所以黑棋还是想要一个进攻的状态 像这样呢 白的点 黑棋挡住 白的一贴 贴一个呢 就是 这一盘呢 就是说 黑的如果说接住的话 白棋拖过来 如果黑棋搬 白棋断 打吃 在这一打 这样呢 白棋打完了一接 可以从这冲过来 也就是说 如果拖的时候 黑的不能搬里面 只能搬外面 那么白棋一退 就是非常轻松的 可以做活了 因为现在这有一个断点 黑棋一捕 白棋再搬了一虎之类的 那么如果黑棋藏在这呢 白棋也可以拖 假设黑棋要走这个 这样呢 有这个子放到这可以爬一个 会好一点 但是黑棋可能也是觉得 首先白的可以长 这样呢 黑棋冲过来 白棋就这一带打完了 包一圈 从这一带走过来 因为白棋毕竟 他的初衷 并不是说 一定要救活 这个哪一边 只要是在这上下两边 能够选择一边 把黑棋的空给破掉 就可以满意了 不过实战大概黑棋 还是应该这么去选择 因为实战呢 黑棋有点这个 可能处于不利的状态 而且这两个子 意外的被吃掉之后 心情一下子没调整过来 所以还是想要下出来 非常狠的招法 但是呢 在计算方面 又不是特别的有成算 所以肩过来 它是就是 表明要把白棋的 这个根据地 以这样的形式破掉 但是呢 白棋这其实正是 白棋所期望的一个图 因为黑棋这样一个 非常急的 急躁的 想要吃掉白棋 就必然会使得 自己的外围变薄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白棋说不准呢 在这一带可以下厚 然后就有可能 吃掉白黑的 这个左下边这一块棋 所以我们接着看 黑棋冲 白棋冲 再打吃 作为吃棋的一方 这个都是得跟着硬的 再一吃 这都是命令型的 现在呢 白棋并不在这边 继续走齐 而是把这个子 放在这儿 这一粒呢 如果黑棋吃过来的话 白棋大概 这是保留这个 连叫吃 然后从这挤完了 再收气 或者好像很简单的 挤一个 接住 这样的话 只要是白棋把这连接上 然后一搬的话 黑棋就是 那块棋就活不了了 所以黑棋的紧重 白棋的气 但是呢 也无济于事 因为白的打 白棋结 再连搬 现在假设黑棋要吃过来呢 白棋从这个地方 一打 黑棋提 白棋接住 是一个打结 即使白棋在这边 如果没有棋的话 在这个局部 迫使黑棋 以这样的形式开结 黑棋的这个整个的结 是非常沉重的 对白棋来说 就轻松很多 所以黑的也不能开结 那么猴一个 暂时呢 白棋接 黑棋可以尖死 但是白棋 也是通过这样的 一个交换以后呢 能够获得了这个 小尖一个的先手 这样一来呢 跟黑棋交换了一下以后 白棋再从边上 一搬 我们就会发现 现在黑棋在这之类的 靠啊拖啊的手段 统统都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黑棋 如果小尖的话呢 白棋由于另一个是先手 因为这个棋被渡过 黑棋吃完了 白棋打一下一接 黑棋杀气气不够 所以白棋的另一个是先手 就意味着 黑棋的小尖白棋 能够把这个字给吃回来 黑棋在这只能有一个眼 这对于黑棋来说 就是一个悲剧 所以呢 白棋实际上在这兜了一个大圈子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抢到了一个小尖 另一个的先手 再这么一搬 可以说黑棋的这个局部 就被吃掉了 实际上呢 黑棋靠了一下 跟白棋打交换 这个棋应该说不能称之为转换 因为本身在右边呢 是黑棋的空 白棋只是巧妙的借用了 这样一个打入之后的下法 来吃掉黑的左边 这样呢 我们给大家数一下空 黑棋右边是 123456789 18木棋 2021223242526 303132333435 这可以算作是4546474849 59 这块棋60木棋左右 上边大概有个1234567 676869 黑棋大概有个70木棋全盘 白棋 我数这个左下角这边 心情非常愉快 一大片 3456789 101112 1314 1014木2829 3031 30 3132333343536373839 40 43 44454647484950 5152535455 5555657559 666663 6465667669 70 白棋也差不多70木 也就是说现在是盘面 相当的一个局面 黑棋要面临一个青木半 大天木的负担 好在呢 现在轮到的是黑的下 也就是说 在这个之后的进程当中 黑棋必须要找出来 这个天木的这么一个优势出来 现在右上角的挡住非常大 这样也可以强调白棋边上不活 然后呢 还得看就是现在全局基本上就是中辅这一块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大 最近黑棋中辅能成多少空 应该是此后黑棋所能够拼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了 所以尽管现在是白棋一个优势的局面 但是先手掌握在黑棋的手中 所以说呢 还是比较有看点的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棋局的进程度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说到白棋挡住之后呢 是白棋双方盘面上差不多的一个局势 那么现在轮到黑棋先收关 黑的挡住 这个棋子刚才也收到过非常的大 白棋立一下 其实这个交换呢 完全可以保留 不过大概也是白棋从心理上面获得的一种安慰 确定了这个棋 其实这块空呢是属于白棋的 黑的把这个抱吃了 白棋飞一下 请销黑棋的右边控 黑的这个呢 从局部上来说是一个关子的好手 因为这一间的时候 如果白棋挡住 黑棋以后从这一般 白棋在棋形上还非常难受 所以呢白棋虎这样的黑棋的这个交换 从木树上的角度上来说呢 就便宜了 全部都交换掉 然后再挤一个 白棋接 这时候如果白棋接着呢 黑棋虎一下再一吃 这局部本来是黑棋 尽死的棋就变成打结了 所以在这种时候 一定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接住 然后我们到黑棋继续收关 看一下黑棋还没有挽回的可能性 再把这个都交换掉了 再把这个都交换掉了 靠一个 实际上黑棋是 黑棋靠了一下 跟白棋飞一个交换了一下 对 这个白棋飞呢 因为如果黑棋不走 白棋再飞下去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关子 然后靠呢 跟白棋飞交换 再轮到黑棋收关 可以的把这个扳过来 白棋拖 利用气掉上面这个子呢 使得自己的中腹呢 变得更加的厚实 因为现在在木树上面 很明显的是白棋一个优势的局面 所以白棋要尽可能的 把自己还处在于比较薄弱的地方呢 要把它变强一些 贴一个 黑棋扳 断上去 打吃 这块棋不要忘记 黑棋其实它是自己 还不是特别的 能够比较厚实的局面 基本上黑棋在局部来说 是不活的 接住 白棋拐 黑的再拐 这样呢 白棋打 黑的接住 对白棋一尝呢 黑棋自己本身的局部来说 它是不能够成为近火了 因为现在白棋挤一个 黑棋尖一个白棋挤住 然后呢 黑棋得依靠这个猴在这儿求活 但是呢 白棋有 接下来的手段 可以 让黑的在局部 不能够得到近火 实际上呢 白棋先紧一下 如果黑棋接住 白棋这一贴呢 能够把黑的四个吃掉 所以黑的要拐回去 那么白的再把这个吃回来 这样先确定 让自己走得非常的厚 才有条件去 对黑棋进行一个威胁 然后这时候 黑的白的点进来 此时如果黑棋接 白棋挤完了一段 黑棋局部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呢 黑的只能团 然后白棋一扑 黑的提掉 接着呢 白棋再一扑 这样呢 就是说 这个扑是一个 缩小眼位当中常用的手段 如果黑棋提 白棋一顶 这个地方黑棋就变成后手眼了 所以黑的只能顶住开截 白的一提 这个截对于白棋来说 是一个无忧截 黑棋在自己原本不利的情况下 在自己大龙的 一个生死安危上面 出现这么一个截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 不过白棋呢 其实并不是要求 要在这个上面 获得有多少利益 它只是简简单单的 把这个提掉 跟黑棋交换 然后白棋再继续的收关 可以说白棋在这方面呢 是掌握的 恰到好处 只要求把上面这块 这处理好 就可以了 再挤 好 可以起抱持 起冲 起挡住 再挡 这之后的收关 基本上呢 就没有太多的出入 因为我们之前判断的是 白棋盘面跟黑棋 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也就是说 黑棋添木困难 那么在这之后的进程当中 白棋还把中间 三个子吃掉了 然后迫使黑棋 以这样一种 打结的方式去做活 那么 应该说 从木树角度上来说 白棋还便宜了 所以基本上呢 白棋搬毡 然后把这一接 基本上下到这呢 后面也没有太多的手术了 白棋现在肯定是一个 很 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个盛世局面 所以总体来看 这盘棋最精彩的地方呢 还是白棋 利用这个 鱼形的一个盲点呢 把黑棋这两个子 巧妙的挖持住 这样的一种思路呢 非常的有意思 也值得我们去 仔细的体会 同时本身而言 这盘棋对于黑棋来说 开始还是一个 很主动的一个棋局 然后呢 是在这个 黑棋扩张这点的时候 被白棋走到这个天王山 那么这样的一个天王山呢 也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去 仔细的去体会 这样的一个大场 它所给整盘棋带来的 一个震撼力 体会到这两点 再学到这样一个 具体的巧妙的手段 那么这盘棋 如果说能够学习到 这两点的话呢 应该说就是有所收获了 所以也很感谢 这两位 这两位棋手 给我们带来的 这么一盘精彩的对局 那好 最后呢 这盘棋就是 098段中盘获胜了 那么今天的棋局呢 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